你 有事 我们不是约好了一起晚饭吗 我都往你那儿去了 对啊 我想着给你打电话 但我一忙就忘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那行 那你先忙 你忙完了 我去接你 好 那先这样 拜拜 好 老许 吃 干杯 怎么样 好酒 请 谢谢 其实 离婚之后呢 我也接触过一些人吧 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不是他们的原因啊 可能是我 我一个朋友说 可能是我 还没有走出阴影 也没有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 我觉得吧 就是缘分未到 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呀 是啊 一直都没问 你结婚了吗 其实我和你一样 也离过婚 那方便说 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年少轻狂 选择了一段错误的婚姻 所以摔得很惨 都分开了 不听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段失败的婚姻 倒是让我真正明白 什么样的人 才是更适合我的 什么样的人 才是我的女神 那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八卦一下 什么样的女人 才是你心中的女神呢 那你得再陪我喝一杯 好啊